是挂钩 他再次敦促中方 用人道方式来处理 香港的示威活动 据期重申1984年 中英联合声明的存在和重要性 并且呼吁避免暴力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必须说明 英国 无权建设 香港的事务 香港回归后 成为中国的一个 地方行政区域 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 任何国家不得干涉 这一立场 我们多次地说明过 但是三个月来 我们看到 西方 特别是美国一些政客 不断地 对香港事务 说三道四 可谓不绝于耳 无论他们说什么 万变不离其宗 概括起来 其实就是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就是 一本正经的 说瞎话 颠倒黑白 罔顾事实 指路为马 只要遇到警察 严正执法 就一定说 警察有错 武力过度 只要是激进 示威分子 违法犯罪 搞暴力冲突 暴力冲击 就表示 应当 给予同情 和理解 第二条 就是 不断地 为少数暴徒 撑腰打气 煽风点火 生怕他们 害怕了 退缩了 没有士气了 他们的这套把戏 在别的地方 曾经得过手 在当地 留下满目疮痍 和除不尽的 社会对立和仇恨 但是 在香港 在中国的土地上 这一套把戏 不管用 黄粮一梦 该醒醒了 说到这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 毛主席的 一首词 其中有这么几句 小小环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身凄厉 几身抽气 说的真是很形象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